它會產生一個QR Code QR Code一掃之後 那我的手機上面就看到剛剛一模一樣的東西 而且是完全是可以執行的 而且跑起來其實非常的流暢 沒有什麼問題 就在上面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剛剛做的 反正你換個顏色啦 做什麼其實畫面就會長一模一樣 非常的簡單 不過前提我講 iPhone可能沒辦法 暫時沒辦法 除非你去申請一個iPhone的那個 開發人員帳號啦 不然的話 它這邊沒有辦法 看到的應該都OK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說 第一個請各位記一下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好像我在雲端上的 雲端白板裡面也有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文史資料與建構這裡面 也有提到APP裡面的 好像第一個資料夾就是 雲端白板裡面有講到就是那個 如何註冊有沒有 所以你要註冊一下 那它這個註冊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可能要到這個網址 build.phonegap.com 然後register一下 註冊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個帳號的話 很抱歉 不行 那這個是Adobe的網站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先自行註冊 註冊的方式的話 因為進來的話 它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是free的 第二個選項是一個月 要大概10塊錢美金 OK 然後它可以產生25個 這個只能產生一個 不過我們以現階段來看 這個應該就夠了一個 然後這個選擇Adobe ID 我們是用Adobe ID 然後你就create一個新的ID 反正在註冊的流程 大概就是類似像這樣 你就把它註冊一下 分別打上你的 我是用Gmail的帳號 然後帳號密碼打上去 好 那就進到那個phonegap 所以再來你就登錄它 第一個登錄 第二個的話 我這邊已經傳上去了 我把它刪掉好了 因為它只能產生一個免費的 所以我通常是怎麼樣 我把它當成是一個轉換的機制 也就是如果轉換一個 我要換下一個 我可以把舊的刪掉 刪掉之後的話 裡面就完全沒有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我再把網站 把我剛剛的那個app傳上 傳上去特別是要 如果我說你等一下 註冊一個Adobe ID 而且也已經登錄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請你把剛剛那個壓縮檔 這邊有個upload 有沒有 zip file 那我剛剛已經把那個 剛剛的那個網站 把它壓縮成 102app 有沒有 這個 OK 特別注意喔 一定是要點vip 你不要點savenz 之前有同學做不行 還有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說 之前有同學常常出現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上傳的時候 請注意檢查一下 是不是index.html 名稱不要錯 第三個 可能目前應該沒有啦 因為之前有同學做變化題的時候 在圖檔裡面 用了中文名稱 特別是好像也會出問題 除此之外好像都還OK 那我把這個檔案呢 如果剛剛的問題都不存在的話 我就把這個檔案怎麼樣 把它傳上去 OK 那花一點點時間 這個時候呢 他會問你說你這個app名稱叫什麼 也許我們用預設的102app 好了OK 然後ready to build 就是把它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底下這邊呢 會出現iOS 不過一定是紅色的 為什麼 因為你需要一個開發者帳號 才能夠轉成iOS 那anjoy的話呢 這個應該沒問題 不過可能要等個大概三五分鐘吧 然後還有這個一個microsoft 如果是Windows的手機也可以 它會自動幫我建立 那什麼時候OK呢 如果它當它已經是這個顏色 那表示應該 你這個時候 假如你有那個anjoy的就是你google的手機 掃一下這邊的圖檔 這個應該QR Code應該都知道了 你把它掃一下之後 它就會跳出一個連結 你就把那個連結裡面的東西download 並且安裝 就會看到手機裡面有這個app出現了 OK 大概應該是這樣的流程 那 不過你QR Code的話呢 最後呢 請各位給我一個東西啦 因為最後的話呢 我需要你們這個結果的畫面 那 你要不就是給我這個QR Code 把這個link存一下 另存圖片為 然後呢 你就把這個存在 就是等一下的 102APP裡面的 它會有一個CHAR PNG 把它存這個名稱 這第一個 幫我把這個圖檔存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點這個小綠人 它有點綠 可以點下去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也可以幫你下載什麼 APK 特別說 點這個小綠人 裡面的話 你可以發現呢 它會幫我下載一個什麼 什麼 點APK 那請你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改成102APP.APK 那這個APK的話 實際上指的就是 我應該 我剛剛有一個了 所以這邊我們名稱會重複 把它刪掉 那將來的話 請你把它改成 點APK這個檔案 也就是說 今天的練習 請你給我三個檔案 一個是最後的網站 這個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給我這個QR Code 那記得按右鍵 另存一下圖就可以了 第三個的話呢 給我個APK 這個APK呢 實際上 就是在這個小綠人點擊它 下載之後 你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名稱的話呢 就是102.APK 那這個練習就完成了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最後的話 請給我三個檔案 那你把它安裝在你手機上 就完成我們這個 這個製作手機APP的 第一個 第一個APP 其實花不了多少時間啦 不過我覺得它的成效 已經有一定的那個樣子出現了